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天津的周恩来邓永超纪念馆门口 这座纪念馆里1比1复建了中南海西华厅 周恩来与邓永超在中南海西华厅生活了几十年 在21世纪初,天津市在周邓纪念馆里1比1复建了周恩来与邓永超曾经生活了几十年的这个院子 今天咱们就进去看一看复建后的中南海西华厅 咱们眼前看到的是周邓纪念馆的主管 它位于纪念馆一进门后,它左手围着,这里正在进行维修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座主管将在七一后开放 1比1复建的中南海西华厅位于整座大院的最深处 在往里走的途中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凉棚 这里停放着周总理的专机 天津的这座周邓纪念馆是免费参观 但需要提前往上预员 而场馆内的这座专机呢,如需要参观 需要花十元购买一张参观卷 由于我之前曾经参观过这家专机 所以今天啊,咱们就不进去看了 咱们今天的主题是参观 1比1复建的中南海西华厅 现在咱们已经到了复建后的西华厅的门口 从咱们前面这个门进去,就到了西华厅 这座复建的西华厅完全模仿了北京中南海的西华厅 是1比1复建 所以咱们可以注意到很多细节都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您看这门边的球形灯 我记得啊,在电影中就曾见过,北京的那座西华厅位于中南海的西北角 曾经是末代皇帝,溥仪父亲,摄政王宰丰住过的西华厅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永超在那里居住了几十年 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西华厅的院内 在前面的那座房子就是西华厅 整个西华厅分为前后两个院,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前院 这里是1比1复建的西华厅 咱们就简称它为西华厅好了 这里的建筑和中南海的西华厅比起来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西华厅也是客厅,它建在高台上 据一些资料介绍,这里是周总理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 这个高台也有一米高 在政厅厅前的横扁上写着西华厅三个字 虽然政厅室内没有开放 但是隔着玻璃仍然可以把里面的陈设看得非常清楚 在政厅的门口还放着很多菊花 寄托了人们对周总理和邓永超的思念 周恩来和邓永超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天津度过 他们在天津相识相知相爱 并共同凑上革命道路 咱们看过前院的政厅 可以从两侧的门进入后院 后院是一个四合院 是周恩来与邓永超的居住和办公区 这个院子也种满了树 有很多还是海棠树 据说周总理非常喜欢海棠花 当年选中西华厅作为他的居住之地 也因为当年他看到院子里海棠花盛开 非常喜欢 所以也爱上了这个院落 选定了这个院落 在后院 院子的正中间 是一个施工桥 中间是一个池塘 天津附建的这座西华厅给人感觉非常好 虽然是建在城区里 但是在周围看不见高楼大厦 整个景致的氛围让人感觉很逼真 咱们正对面的是一排房子 这排房子是专来与邓永超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这排房子也没开放 但是隔着玻璃 也能看清楚里面的陈设 中间的屋子像是一个小客厅 在左右两侧分别是活动室和卧室 咱们现在就到左侧的活动室去看一下 周总理比较喜欢打乒乓球 所以在左侧的活动室里 有一张乒乓球桌 前面这个门就是活动室 这里是院子的一角 咱们还可以从这个角度 回看一下院子 打乒乓球 是周总理在办公间隙 唯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 由于周总理的右臂曾经受火伤 活动不方便 所以他打球啊 不能挥派抽杀 就像董毕武同志曾经说的 是打卫生球 刚才咱们看的活动室是在后院客厅的左侧 而在后院客厅的右侧 则是周恩来与邓永超的办公室和卧室 这里就是周恩来的卧室 透过玻璃看到里面的陈设非常简单 周恩来在西华厅居住 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 自从他住进西华厅以后 不允许装修及翻新房屋和庭院 在周恩来卧室旁边 是周恩来临时办公室 里面的陈设同样也是非常简单 能看到一张桌子 还有一个书架 天津周登基建管理这座1比1附建的西华厅 可以说完全复原了当年周总理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 在周恩来临时办公室的左侧 则是邓永超的办公室兼卧室 里面的陈设同样非常简单 一张办公桌 一张卧床 和一对沙发 在这个院子里的东西厢房 分别是展览室 里面展示了很多 由周恩来和邓永超身边工作人员及亲属 捐动的展品 这张照片是周恩来和邓永超的合影 这张则是周恩来和卓别林的合影 咱们现在看到的 则是由外国友人 送给周恩来和邓永超的礼物 而现在咱们眼前看到这张纸上的字 则是由周总理亲自书写的 这是邓永超的手提包给了李鹏的字 这里还有很多周恩来和邓永超曾经用过的生活用品和穿过的衣服 从这些展品都可以体会到当年周恩来和邓永超的生活非常简朴 在这里有一个参观留言簿 上面这一行字让我看后非常感动 其中一位参观者写道 我们都爱您 现在咱们已经参观过了后院 咱们再到前院再看一下 咱们一开始只看了前院的正厅 接下来咱们去看一下前院的花园 这间房子就是最初参观的西华庭正厅 这个正厅所面对的就是前院花园 前院的面积要比后院大 也是种满了树木 在前院修有轩馆 荷花石 凉亭 以及甲山 这部分由于没有开放 所以咱们就远观看一看 天津周栋新线管理的这座 一比一附件的西华厅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 我觉得非常值得朋友们到这来看看 来领略为人的勤政爱民 客气奉公 鞠躬尽瘁的崇高品额和精正方法